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葛蘭特 很高興又跟大家見面了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要拍攝主題 是要幫大家開箱這款 MILE最新推出的這個 MyView R860D電子後視鏡 那這款電子後視鏡本身也具備有 行車記錄器的功能 而且它有特別強化鏡面防眩的功能 可以減少這個反光疊映的一個問題 那它還有什麼其他特色 或者是說它使用起來的心得 是怎麼樣子的一個表現呢? 等下葛蘭特都會好好的來為大家做分享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走吧 我手上拿的這款產品就是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 MILE VIVE R860D電子後視鏡 它本身也是一款行車記錄器 那這款產品從外型上來看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於它的接線的方式 過去電子後視鏡型的行車記錄器 它的機體上面都會插了一堆線 包括有後鏡頭的訊號線 包括GPS天線的訊號線 跟這個電源線的部分都會插在上面 可是在R860D上面它沒有這樣子做 它採用的是創新的三合一的線組 的方式來做連接 所謂的三合一的線組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三種線 後鏡頭、GPS天線跟電源線等等 它會在這個三合一的線裡面 先插上去 之後呢 另外一端只有會有一個插頭 直接插在這個R860D的機體上面 那這樣子一來呢 你裝在這個車上的時候呢 這上面只會有一條線在上面而已 那整個安裝的完整度跟美觀性呢 會非常的好 要不然你今天你開了一台好幾百萬的車 結果這個行車記錄器上面插了一堆線 我想對於整個內裝的質感 也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減分的作用 那現在它採用了這個整合式的接線方式之後 三合一的接線方式之後呢 就可以免除掉這些問題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Mia未來讓這一款R860D 能夠有很好的錄像品質 所以它在這個前後鏡頭的部分呢 都採用了Sony StarVis星光夜市級的感光元件鏡頭 那前面鏡頭的畫素達到500萬畫素 後面鏡頭的畫素 則有200萬畫素的一個表現 那整個錄製下來 像我這樣實際看錄製的影片 我覺得它錄製的效果真的非常棒 不會比我們一般用手機錄的 這個錄像的品質來的差 這一點呢我覺得在這個部分呢 它也有用了一點苦心去幫它提升這個錄像的一個畫質 好的那既然R860D本身它就是一款電子後視鏡 那Mia為了讓它的顯示效果能夠更清晰 所以它採用的是窄邊框大螢幕的設計 它的這個螢幕的尺寸能夠達到11.88吋 那相對於其他同期產品來講 它有多了6%的可視面積 那除此之外呢 它也是採用了IPS廣視域觸控面板 能夠提供非常清晰的一個影像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不知道大家過去有沒有使用電子後視鏡的一個經驗 像葛蘭特自己在過去使用電子後視鏡的時候 我發現它顯示了影像 部分產品都會出現跌影的情況 就是上面所顯示出來的車子啊 它是兩台車緊密重疊在一起的 那這樣子多少會影響到我判讀後方視線的一個狀況 那Mia為了去避免R850D出現這樣的一個反光跌影的問題呢 它特別採用了鏡面仿旋四重優化技術在這裡面 這四重優化技術是哪四重呢 第一個優化技術呢它就是採用了 業界最亮的1000nit高亮度的螢幕 再加上高穿透的鏡面 能夠來有效減少反光跌影出現的情況 來有效提升行車安全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這個產品本身具備有自動平順調光的功能 能夠在白天或晚上的時候呢 自動去調整顯示螢幕的亮度 讓你車主在白天晚上開車的時候 眼睛都可以看得很舒服 那第三個優化技術呢 就是在於前後鏡頭都具備有HDR數位防眩的功能 可以讓整個錄像品質的曝光度能夠均衡 如果說你車輛在進出隧道啊 或者是說你在晚上後方有車輛的大燈 紫色鏡頭的時候 它錄製了一個影像的品質曝光的效果 不會有出現過曝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在看的時候呢 也可以很清楚的來辨識街景啊 車輛啊甚至是車牌數字 都可以很清楚的來看得出來 那第四個部分呢 就是自動數位鏡面模式 就是當你車輛在行精強光的一個環境底下呢 它的螢幕會自動關閉 然後只保留一些數字的資訊在上面 這樣一來就可以讓這個產品切換成 傳統鏡面的後視鏡的功能 保留後視鏡應該要有的一個反射的效果 那以上這四個優化技術呢 的加持之下呢 也讓這個R820D 確實能夠有效減少 我們在觀看時候的一些反光點影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功能非常重要 因為電子後視鏡的這個功能呢 你一上車一發動車子 它就在幫助你 注意後方的一個行車的狀況 那假設我們在看的時候 螢幕在顯示的時候 能夠讓我們更清楚的辨識後方的車況 讓我們看得更舒服的話 也就能夠讓我們更加的信任這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 對我們在提升行車安全的部分 就有一個更大的加分的一個作用 那R820D呢 它本身也有搭載Mio維倫所稱讚的 安全預警六合一的功能 什麼叫安全預警六合一呢 簡單講就是它會利用GPS的定位 還有內建的測速點的圖支 在車輛行經 可能會有一些警方取締超速啊 或者是說科技執法或者是區間測速的路段的時候 提早來發出警示 來提醒車主要注意車速不要超速了 那同時也可以確保這個行車的安全 那我自己在使用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算是在區間測速路段的部分 它的警示的功能設計得非常完善 簡單的就是說 當你車輛在行經區間測速路段的時候呢 它除了會發出警示聲響之外呢 它也會同步的來幫你計算平均車速 還有安全通過的秒數 那如果說你在前面開車的速度比較快 你的平均車速超過警方預設的速限範圍之外的話 它就會發出警示的聲響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只要把車速降慢一點 把平均車速壓低於這個速限之下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通過區間測速路段的時候呢 可能會有一個超速被取締的情況發生 這一點我覺得它設計得非常的人性化 那除了這一點之外呢 很多人在使用這個超速警示器的時候 都會遇到 比如說我要更新這個最新的測速照相點的圖子 都會遇到一些比如說操作比較困難的地方 因為有些機器它可能必須要把這個產品拆下來 或者是把記憶卡取下 然後透過家用的電腦 去把新的圖子灌到這個記憶卡裡面去 或者是機器裡面去才能夠完成更新 那現在在R850D上面就不用這麼麻煩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內建有這個5G Wi-Fi OTA的無線傳輸的功能 那在這種功能的一個搭載之下 再配合手機APP之後呢 你就可以利用兩台機器互相連線的一個狀態下呢 將R850D的最新的測速照相點的圖子 做即時更新 除此之外 包括它的韌體的部分 它也可以馬上利用這個APP來做更新的動作 是非常方便的 也可以隨時可以保持這個R850D 在最佳的一個狀態 除了這一點之外呢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要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如果說你今天遇到了一些狀況 你需要把裡面記憶卡裡面的資料備份到手機裡面去的話 也可以利用5G Wi-Fi傳輸的功能 將這裡面的記憶卡裡面的資料很快速的 不用一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把影像檔案 備份到手機裡面去 你就可以利用手機來觀看 然後即時來釐清相關的一些過程 那也可以不用擔心說 我如果不小心電源沒有把的話 會不會有裡面的影像檔 重要的影像檔被洗掉 這樣的一個情況就不會發生 我覺得這點也設計得非常棒 那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強大功能之外 R850D它本身也有內建聲控指令的功能 它透過5個主要的聲控指令 就可以去控制這一台機器 讓車主雙手不用離開方向盤 就可以去操作它 那這有哪5個聲控指令呢 我實際操作給大家看 前方視野 後方視野 錄音開關 錄音開關 螢幕關閉 螢幕關閉 緊急錄影 那除了我們提到的這些之外呢 它本身還有具備 Super MP4移秒血路無壞檔 到車影像 或者是說你可以利用購買這個MIL電力線的方式 讓它擴充具備駐車模式等等的一些相關強大的功能 對於車主來講其實都是非常實用的 當然如果說你對這一款產品還有更多想要了解它的特點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上MIL的官網去看 裡面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可以幫助大家再更進一步去了解R80D這一款產品 好的那這一款R80D呢 在葛蘭特手上使用了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 我來總結一下我的使用心得好了 首先在這個錄像的品質的部分 真的非常的棒 白天清楚是基本的 那晚上的部分呢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技術投入在這裡面 所以我發現即使我車後 它可能是一台SUV 它可能配備的是LED的頭燈 即使它的燈光可能直射我的鏡頭 可是我依然可以很清楚地辨別出它的車牌數字 那包括街景色彩的還原度等等的部分 都可以很清楚地表達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算是我目前看過 後鏡頭拍得最清楚的一款產品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因為R850D它本身是一款電子後視鏡 那它裝在車上的時候 其實我們並不是正面來看著它的螢幕 我們是有點斜的角度來看它的螢幕 那所以有一些設計的比較沒有那麼成熟的產品呢 它的顯示螢幕上面的影像 就會出現反光碟影的情況 那對於你判斷啊 或者是我們觀看的一個舒適度上面 就會大打折扣 那這款R850D 因為Mio投入了非常多的技術在裡面 所以它顯示出來的影像的一個反光碟影的情況 已經降低到幾乎察覺不到了 所以我今天我在看它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眼睛是非常舒服的 非常舒服的 那對於我判斷車後的一個狀況 也非常有幫助 這一點是讓我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地方 那除了這點之外呢 它的選單的畫面的設計 UI的設計 介面的設計也非常的 人性化跟直觀 它的選單的操作啊 你要相關的功能設定啊 它選單的切換方式就跟手機一樣 它是採用滑動式的選單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你要的一個相關功能設定 那如果說你對某一個功能 你不是很清楚的話 在這個功能的右上角 它還有一個說明的選項可以去點它 你把它點開之後呢 它就會有一個簡單惡要的說明 告訴你說這個項目是做什麼用的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判斷 我到底要不要去把它打開 那在使用上呢 你就可以更容易 而且更直接的去設定出你想要的功能 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 那關於這個R850D的一個相關介紹呢 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這一款產品 還有不熟悉的地方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葛蘭特再來為大家做答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 拜拜